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传想到蒙古大漠和草原 蒙古族最早源于欧亚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 公元1206年 铁木真、承吉思汗 征服了各个部落 建立大蒙古国 版图曾经横跨欧亚 对东西方文化、宗教、经济等等的交流和发展影响深远 今集请来的嘉宾 是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陶格陶教授 他会从历史、宗教、音乐、文化、地理 以至饮食等等的方面 为我们讲解蒙古族自古至今的变迁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蒙古族西伊金这个内容 因为这个人类的文化像一个水一样不断地流动 因为从东方文明到地中海 还有欧洲文明到这个伊斯兰文明 这是一直流动 那世界历史上来说 十二世纪、十三世纪是一个蒙古族崛起的一个时代 他们是成为蒙古事件 从这开始蒙古族这个一个部落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单身 今天我讲的主要讲的是七个方面 一个是成吉思汉和蒙古帝国 还是智慧女性与国家 还有这个常生天之力与宗教 等七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成吉思汉与蒙古帝国 因为历史记载当中 从公元前二十二世纪到八世纪 汉文文献当中已经有这个混浊规方 还有很多这个少数民族开始出现 到这个公元前八世纪以后是荣、帝 类似的一些出现 后来有目民族的林湖、柔藩还有东湖已经出现 那大家都熟悉的可能是一个朗图腾 还有这个朗图腾这个电影 还有一本书 那就我们蒙古族这个奇缘是从那来的 很多人说《苍狼和白鹿》 但是这个《苍狼和白鹿》这个故事有很多版本 有的说是《苍狼和白鹿》是从厄尔姑纳出来的 到这个蒙古草原 但是有一部分人说这个《苍狼和白鹿》是从印度的北部 前到这个蒙古高原以后 这个蒙古族开始起源起来的 但是这个后面的印度北部 从《苍狼和白鹿》到蒙古高原 这个可能是一个蒙古族新这个佛教以后产生的故事 所以我是还是赞成这个前一部分 因为蒙古族的起源还是这个厄尔姑纳 现在是大兴阿岭 那块是我们蒙古族一个起源地带 大家都知道成吉桑是162年单生 它单生啊 它是有很多故事 比如说成吉桑刚刚单生的时候 是右手拿着一个血迹 这是故事蒙古秘史当中有明确的记载 还有一个正好是他的父亲伊斯科伊巴特尔 伊斯科伊巴特尔是英雄的意思 他正好是战胜另一个部落 抓了一个部落的首领叫铁木珍 他然后就给儿子启明了铁木珍 因为他这个对方这个首领铁木珍是很英勇 很凶猛好战的一个部落 所以他祝福这个我的儿子长大了以后 跟他一样 跟他一样的 然后但是好事可能是不长 他父亲呢 九岁时候是伊斯科伊巴特尔领 他去很远的地方 现在是胡隆贝尔的这个俄尔姑纳附近 他这个成吉思汉的母亲家定亲 回来当中啊 他这个被塔塔尔部落 用毒酒害死他了 害死以后成为成吉思汉 从小父亲就没有 在这种艰苦的环境当中 他这个父亲的好朋友 克列托汉 克列托汉接着联盟 把这个不断的扩展他的实力 最后战胜了这个统一了蒙古高原 一到1206年时候 基本上统一了蒙古高原 建立了蒙古帝国 成吉思汉的对往外扩展的欲望很大 他给儿子们说 还有大臣们说 人生的最大的乐事就是 莫不过于战胜杀金敌人 还有这个去他们这个一切财产 拿回来 还有给儿子们说 天这么广 江河这么多 你们应该去扩展自己的营盘 把这个国家扩大 在这种情况下 他这四个儿子 不断地死孙 不断地扩展 建立了四个汉国 一个是秦禅汉国 再一个是俄国帝汉国 还有查卡帝汉国 还有一个是伊利汉国 等四个汉国 这个四个汉国 已经是跨到 俄亚大陆的一个大国 后来元朝建立 元朝是这个忽必烈 是脱离的儿子 建立起来的一个大国 他习从还是这个 蒙古帝国的 为主的一个大国 元朝和这个秦禅汉国 还有伊尔汉国 关系比较走得近 查卡帝汉国和这个 朱池建立的这个秦禅汉国 关系很一半的一个 但是这个四个汉国建立以后 把这个中国还有西方的文化 真正打通的一个快车 原来是中亚国家 阿拉伯商人 通过他们把这个东方文化 和西方文化交流 但是这个蒙古帝国建立以后 真正把这个文化 直接联系到一块 蒙古帝国建立以后 有一个叫狐狸泰 中亡大会 这个捍卫继承这个有关系的 相当于现在这个 人民代表大会 还有现在是蒙古国独立以后 他们还在 使用这个大胡拉尔 通过这个大胡拉尔 选这个总统 但是这个蒙古帝国 这个继承王位的 基本两个调整 一个是必须通过这个会议 再一个是必须黄金家族 再一个是雄才大略 促之多目 能把这个国家 建立起来的 有能力和欺负的人 这是一个 再一个是无论是谁 如果是这个骄傲自大 不通过这个狐狸泰 如果自己封为捍卫的人 一律杀掉 这是成吉思汉 捍卫的时候 故意是他的 吴格德的儿子 蒙古是他的 忽必烈的儿子 那蒙古帝国 像暴雨洪水一样的 很快这个建立以后 1368年 被明朝这个朱元璋 打到又回到这个蒙古高原 最后的这个 元朝的最后的皇帝是 陶关图木尔 他这个从北京 那时候元大都 从陶到蒙古高原时候 是有一首诗 有一首诗是 他这个怀旧 这个在北京的时候 是每天吃着好的点心 还有听这个好的宫廷的音乐 这种的写了一首诗 很长的 后来是专家们 是他自己写的 还是别人写的 这个还是在考证当中 从这儿能看出来 陶关图木尔已经是 融入到这中原的文化 这个饮食习惯呢 回到蒙古高原时候 有点不习惯这种的 从他的诗里 能看出来这个味道 但是元朝被推翻了以后 回到蒙古高原 有时还在跟明朝 一直是对立 北约时期的最后的皇帝 是李克登汉 李克登汉最后是 这个被清朝赶到 现在中国的 秦海省的一个地方 1634年 就是德病以后 他去世了 德病以后 他的儿子 俄伯基 把这个国家 这个马哈巴勒 这个佛像和这个国于西 交给清朝的皇帝 这个说明已经是 蒙古帝国 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那第二部落 智慧女性与国家 其实蒙古族从开始 开始到 到现在 女性啊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比如说这个 大家都知道的 阿伦沟瓦 还有这个赫伦 还有波尔帖 还有这个满多海斯琴 萧章文皇后 到现在这个 复营也是 很有名的女性 阿伦沟瓦是一个 我们可以蒙古族 共同的一个祖先 他一共有五个孩子 他的老公是 阿伦沟瓦跟他结婚 有两个孩子 他老公死了以后 丈夫死了以后 又有三个孩子 这个三个孩子 正好是一个 黄金家族的 第一组 五个孩子里 最小的儿子 叫 他是成吉思汗的 第十组组业 从这是黄金家族开始 再一个是阿伦沟瓦 因为知道孩子们不合 然后就让他们 用五个剑 立誓 这个一个剑 孩子们都把他 很快就把他折断了 但是五个剑的时候 是他们孩子们 折断不了 然后给他们说 如果是你们团结的话 谁都战胜不了 如果是你们 单个这种草的话 地人很容易 把你们战败 赫鲁伦 他是洪吉拉布人 洪吉拉布人 他是可以是 是缠美女的地方 克伦和耶稣基巴特尔 他俩是结婚 也不是他俩刚刚是初恋的 而是一个 米尔其部落的 一个奇乐图 大奇乐图 他是去克伦 克伦正好是路过 这个前部落的时候 是耶稣基巴特尔 抢亲 抢亲抢到沃伦 跟他结婚以后 有了成吉思汗 还有哈萨尔和斯文 田姆芬 这四个孩子 伊稣基巴特尔 跟沃伦结婚以后 在这个田姆珍 秦吉斯汗九岁时候 是被毒死以后 赫伦一个人带四个孩子 还有这个 同夫一母的这个 两个孩子 比克特尔 还有比利古代 他们几个孩子 领养 但是这个孩子们成长当中 一母的孩子 就是比克特 比利古代 还有这个哈萨尔 他们关系很不好 很不好的时候 是经常互相打架 有一次这个田姆珍 成吉斯汗 把这个 一母的一个孩子 比克特尔 射杀 用射箭直接杀死了 然后就 沃伦听了以后 就很生气 好好教训 团结是力量 分裂是一个 你最大的敌人 你现在是 尾巴以外 没有鞭子 自己的影子以外 没有朋友 在这种环境下 你还射杀这个 你的兄弟 你狼心都不弱 这种训了以后 就成吉斯汗 很懊悔 把这个 他的弟弟 比利古代 把这个看得 特别重视 特别疼爱 然后成吉斯汗 就每次战争 战争出去以后 有很多这个孤儿 把这孤儿 拿回来 就 沃伦 给他养 养大 养大了很多 其中有四个孩子 一个是喜沃沃 这个孩子 还有是 库沃突 屈文 还有波尔汗 尤其这个 希希沃都是 他来了以后 可以说是 最大的法官 院长 就是他整个 蒙古国 这个法律系统 是他给建立起来的 波尔提是 这个成吉桑的 爱人 成吉桑的爱人 他这个因为 九岁时候 是到洪吉拉布 洪吉拉布 定亲 波尔提是十岁 他成吉桑九岁 定亲 就回来了 到成吉桑 十八岁 十八岁 已经长大了 然后跟扎莫哈 还有他的干父亲 克里德布 联盟 把这个蒙古 基本上统一到一半 然后就他想起 是取亲 这一块 去波尔提这一块 但是波尔提 他父亲 戴斯琴 波尔提 一直等 等了将近十年 很忠诚地等 终于盼望了 成吉桑 过去取 过去取的时候 都是跟他弟弟 比利固太一块儿 去取亲的 取亲户来 所以这个是成为一个 忠诚信赖 真爱情的一个假话 再一个是 很多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成吉桑 或者是问问他的母亲 波尔提 或者商量跟他 波尔提 典型的例子就是 有一次 这个成吉桑 扎莫哈 统一一个部落以后 回去的路上 扎莫哈说 应该放马的人 在靠这个山上 扎这个帐篷 如果是你放羊的人 可能是更适合 这个草原扎这个帐篷 当时成吉桑 没听明白 这啥意思 后来是问这个波尔 他母亲 他母亲也没说 后来问那个是波尔提 波尔提说 扎莫哈这个人 研究喜新的人 他跟朋友 可能是长不了 所以他的意思 可能是跟你分手了 所以就听了这个 成吉桑 忽然想起来了 确实这种的 然后就当天晚上 他没扎营 就直接走了 从那开始 扎莫哈他俩的关系 是裂开 裂开成为敌人 再一个是 成吉桑 每次远征 他带着很多妻子 但是唯独一个 波尔提一般不带 问一下啥呢 成吉桑 远征打仗时候是 必须家里有一个人 照顾 把这个管理 所以就他的母亲 和波尔提是 负责这个家里的 管理呀 很多事的处理 可以他是 波尔提 沃伦说的话 可以是相当于 成吉桑的这个命令 一样的 那接着是 满多海四亲 他是文公部落 所以蒙古族一个是 红吉拉布和文公部落 是产美女的地方 他是很多 这个黄金家族啊 黄金家族 都是来这儿 娶亲 满多海四亲的 一个特殊的婚姻 科尔亲部落的首领 乌伦巴 乌伦巴里岛 其实跟着 满多海四亲 是一个 清明竹马 清明竹马 然后他说 能不能嫁我 但是中间 突然 满多拉汉 他是当时是 蒙古帝国 蒙古国的一个 科汉 他是 看中了这个 满多海四亲 然后就 娶了他 娶了他以后 身体不好 跟满多海四亲 生了两个姑娘 两姑娘去世了 去世了以后 他这个 科尔亲部落 乌伦巴里岛 还是没死心 你这个 科汉去世了 能不能再 嫁给我 但是 满多拉四亲 给他说 如果成吉桑的后裔 都没有了 我再考虑 他这个 黄金家族 成吉桑的 另一个支组 然后给他说了以后 没嫁给 这个乌伦巴里岛 其实 在感情来说 还是跟这个乌伦巴里岛 很有感情 然后最后 加了七岁的 丹云汉 那时候是满多海四亲 三岁 差别很大的 这种的婚姻 然后满多海四亲 给他生了 丹云汉 生了七个儿子 一个女儿 然后满多海四亲 战斗方面是很英勇 他战胜一个 瓦拉斯 战胜以后 他给说 房子不能设这个殿语 这个官邑 不能过四职 再一个是 长居 虚贵 不能做 再一个是把这个 这个酸奶 名字 扎嘎 他显示这个蒙古族当中的 他这个权威 那第三步是一个 长生天之力 一个宗教信仰 其实这个长生天之力 这个是撒满教 撒满教的一个 因为三满教是 多元教 因为它是信这个 自然 商天 还有很多山 自然 还有很多动物 还有这个人 承基斯汉 信信这个 长生天 长生天 商天 这种到每次出征时候 都到那个山上求助 我这次战争 顺利打胜仗 然后是出征以前 都是一个基斯活动 还有一个是 反正蒙古帝国的 很多这个大的活动 大的活动 举行前 都是用请线 撒满无事主持 这种的话 可能是把这个 很多这个 避邪的东西 坏的东西取掉 然后好的东西留下来 把这个事顺利地完成 在宗教方面 自己信这个撒满教 包括元朝 这个忽必烈时候 是信这个佛教时候 但是很有宗教自由 所以这宗教自由 统一天下 乌其俗尔 柔其人 这个送行 这个宗教自由 这里面是 比如说这个 成吉斯汉在西夏 打仗时候 长春真人 秋初基 邀请他 然后就送山东 通过这个蒙古 过这一带 一直走到 这个阿尔泰山附近 然后见了 成吉斯汉 还有这个 蒙科汉 这个战败 这个基督教 伊斯兰教 佛教这个僧侣 尤其这个 蒙科汉是 每次这个 伊斯兰教 还有这个基督教的 很多这个大的活动 都是参加 都参加 当时这个 哈托尔 有一共有 十二个 这个各种的寺庙 有灰教的 里面是两所 基督教的一所 成为这个 民族宗教 这个云集的地方 这里图里是 这个是 马克福禄建 这个成吉斯汉 这一块是一个 喇嘛教 就是中文佛教 这一块 这一群是一个 基督教 那一块是 撒满教 这个画 画的是 各种的宗教的 一个 居中的一个图 但是 虽然是这个 崇拜宗教 但是蒙古帝国 这个汉权 高于这个 神权这个政策 和法律是 很严密的 所以达扎萨里 蒙古帝国的 法律书 它里是 尊重 所有的宗教 但是 任何宗教 不能享受特权 这是明确写 写进来 当这个汉权 和这个宗教 发生冲突时候 成吉斯汉 无情地 镇压这个 撒满巫师 把这个宗教 当成一个 蒙古统治者的 一个工具 第四部分 天籁音乐 这个民族文化 这块 因为大家都知道 蒙古都是 马屁上的民族 又是一个 能歌善舞的民族 蒙古做这个音乐的起源 其实不是这个 大家高兴了 然后就 大家创造出来的 而是它这个 游牧收火 还有宗教 丰富习惯 有密切的联系 蒙古做音乐里边 有收敌歌舞 还有这个宗教歌舞 牧人歌曲 这是劝阳 还有这个劝骆驼 因为蒙古人呢 有很多这个 下这个羊子 还有这个骆驼 生下来以后 就他的母亲 不要 不给他喂奶 这种情况下 他这个主人呢 唱一首歌 骆驼他唱这个 全骆驼的歌 唱了以后 这个骆驼 眼睛自然就流下来了 然后给 小骆驼给喂奶 羊也是一样 这是因为 我小时候长大时候 也是见过这种的事情很多 一到春天 我的母亲就唱 唱歌可能是 半个小时多长时间 开始这个羊 确实这个眼睛里 流泪那种的 开始给他这个羊羔吃奶 可以 各位如果有时间 确实这个春天 春天因为是 下这个羊羔时间 可以感受一下 这种的生活 再一个赞歌 还有这个燕歌 这些都是我们生活 直接有关系的一些 歌曲 还有这个乡思区 家乡的歌曲 因为蒙古歌里面 特别多 因为这个蒙古大军 一致往外扩战 打仗 很多这个军人 离家远政 所以想念这个家 想念母亲 唱的很多歌曲 天籁音乐 这是蒙古族事 能歌善舞 这音乐里边是 马头琴 长调 胡迈 他三个是代表 蒙古族音乐的精髓 精华 你说 马头琴 大家 肯定是这个 七宝力高 七宝力高 是现在这个 蒙古族 马头琴的 核心人物 他这个 带领他这个团队 到全世界各地 演唱的特别多 尤其他这个 七宝力高的 代表歌舞 是这个 万马奔腾 下面我们接着 听这个 他这个歌 因为这个音乐 是很 很奥妙的 我这讲的话 就讲不清 不如大家 一块听一听 是这个 是这个 人费 选你 是这个 我 我 是齐堡立高的代表作物 也是我们马途钦的一个 代表性的曲子 那我们长调 长调是用盟语说 是我定读 它是05年是被列入 这个世界废物质文化遗产 它这个特点是一个 至少很长 高康 永远 因为这个长调 应该这是草原游牧 这块出来的 那个时代 因为我小时候是放羊 放羊时候是 一个一方无际的大草原上 就跟着一天从早晨 五点到跟到晚上八点 尤其是夏天 就一个人很孤单 所以就唱 唱着每天唱每天唱 然后就把这个嗓子 这是这种的一个牧区 一个特殊的环境里面出来的 在解放初期 一至七十年代 这个草原最美的 最好的时候 草原特别好的 这个长调人特别多 但是现在唱这个长调人 越来越少了 因为草原不断地减少 牧民的生活 原始的生活 不断地改变当中 这个长调不断地减少 它这个内容也是 草原军马 跟这个生活 游牧生活 直接有关系的一些内容 看大家听一下这个 长调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一个是胡迈 胡迈就是 嗓子的一个乐器 这个意思 是蒙古族这个 最典型的 比较特殊的一个音乐 一个人的这个 同时把这个声 两种声音 从一个嗓子里 唱出来的 难度很大 把这个胡迈 一个人唱完了 这个脸都红了 出汗 或者他这个用力 很强 必须有一个 严格的训练 严格的训练 不然的话可能是 你稍微唱得不对 可能把这个破坏嗓子 还有很多这个 呼吸系统里 是最有有害的 但是很多这个 蒙古族当中 尤其这个西部 新疆 哈尔泰这个地区的蒙古族 还有这个蒙古国的西部 俄罗斯的这个土瓦 这一代这个 唱胡迈的人 胡迈的人特别多 成为这个蒙古族的 天籁之音 这是09年被这个 叫做这个 富有质文化遗产 这个人是 查安 扎姆斯是一个 胡迈的代表型的人物 现在是 他是最有权威的 在这个唱这个胡迈 最有名的一个歌手 小吴 那我们第五部这一刻 吃乐歌和这个沙尘暴 吃乐歌是我们 蒙古高原的一个 匈奴的一首诗 就是吃乐川 音箱下 天似穷鹿 龙盖四叶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地 现牛羊 这是一个匈奴时代的一个 特别典型的 形容这个草原的一个景色的一首诗歌 后来是当代这个草原沙画呀 沙尘暴发生以后 把这个歌词改成这个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 浩子 到处见这种的歌 现在这种的版本越来越多 内蒙古大草原 蒙古高原呢 因为它这个气候 气候啊 定了这个游牧 游牧生活的就可以 这个搞农业 开墾的话 不行 因为上面这个图啊 很薄 然后这个北方地区 冬天 时间比较长 风力很大 很容易杀化 所以就我们沙漠是 在全国占这个 37.8 草原面积占这个 12.3 全国就这个 第三位的一个 比如说我们内蒙很多这个 把淡基金 库布奇沙漠 乌兰布河沙漠 有很多的有名的沙漠 原来我们科尔清草原 是特别好的草原 后来是种地以后 现在是已经是成为 盐碱地 盐碱地 它这个种地也不行 草原也长不高 沙化得很厉害 因为这个 凯肯 凯框 这个是最早 历史记载当中 1723年 这个书评 复制里边 是已经写到 这个当时 清朝 已经开始 这个大青山 就是我们 郭浩特的 后面有一个 阴山山脉的大青山 开始去那 砍发书墓 砍发风筝开始 接着是清朝末年 推行这个 移民诗边 开黄 放肯 这个政策 因为这个清朝末年 是一个 因为财政收入 很结局 那怎么办呢 把很多的 内地的农民 让他们去 这个内蒙 这个蒙古地区 开垦 然后清朝是 收这个高额的 这个税收 用这个养国家 因为这个原因 把这个很多 这个内地的农民 去在内蒙地区 开了很多的开垦 在民国时期 也是实施这个 识别 还有这个开垦 开放 当时很短的时间 在内蒙地区 这个开垦的地方 很多 开垦的地方很多 这些都是 以后的 沙尘暴 丁丁了一个基础 尤其这个改革开放 出去以后 是这个开垦 这时候是失控 因为这个改革开放以后 是市场经济 实施以后 内蒙的牧民 现在是储牧区 搬农 搬牧区 农区 尤其这个 搬农 搬牧区的 很多人 不放牧了 他开始种地 开垦 种一些经济 经济作物 比如说黄豆 绿豆 这个收入很高 内蒙有两个大草 一个是 胡伦贝尔大草 一个是 西林沃勒大草原 这地方 上世纪90年代 这个产量 已经超过16个亿 80% 都是一个 大面积的开垦 狼图腾 那个电影 大家都看过 是吧 那个草原景色很美 但是这个 也有那儿 乌勒盖牧场 乌勒盖牧场那儿 现在也是种地 虽然是牧场 后来是 它这个种地 种一些 这个经济作物以后 它这个地方 已经沙化得很厉害 1998年 这个大洪水 冲的时候 整个西阿蒙 这个中期这一带 这个泥石流的 主要原因是 这个乌勒盖牧场 开垦 造成的一个后果 所以20世纪 是开垦失控 21世纪是 我们内蒙的 很多个资源 煤矿 石油 到处开 到处开了以后 出了很多问题 沙尘暴 50年代是5次 60年代 8次 70年代 这种的 不断地增多 尤其08年 08年时候是 内蒙的沙尘暴 正好是两会期间 刮得很厉害 所以国家 开始重新出来 这个内蒙 再不能开垦 不能再开矿 国家采取了很多办法 尤其是前一段时间 国家刑法里面 明确规定 不能破坏草原 这种的情况下 已经是我们内蒙的草原 不断地变好 尤其是这几年 霍奥的天气 越来越好 蓝天白云的 365天的 里面是越来越多 原来我刚上大学的时候 霍奥的这个 沙尘暴很厉害 隔两天有沙尘暴 雨水少 现在是不一样了 现在这呼号号 它这个 雨水越来越多 夏天雨水多 冬天雪大 这种大学 现在这个自然环境 生态恢复得特别好 在我们学校的新校区 面积很大 3000多亩地 冬天能见到这个兔子 这个说明我们内蒙 这一块是自然环境 恢复得比较好 奶茶和咖啡 这一块 这个主要是我们 蒙古族这个传统饮食 有白诗 还有这个红诗 白诗为先 来了客人以后 第一个给你上白诗 白诗里面是 很多这个奶豆腐 奶制做出来的 奶豆腐啊 还有这个酸奶呀 这个上完了 给你上一个红诗 这里面是手把肉 锅茶 还有这个全羊 丰安 羊肉 这些 可能去内蒙的 旅游到内蒙的 各位香港的朋友 可能里面 可能是尝过这个烤雀羊 吃过这个火锅 在这个干肉 分干肉是一个 把这个整羊的肉啊 分干了以后 把这个压缩的 可以 这么小的袋子里边 都能放进去 所以就蒙古军 好像不吃饭打仗 因为蒙古军打仗时候是 一般是一个人 有两三匹马 轮着起 换着起 这种的话 他是没有吃饭的时间的时候 他这个袋子里边 有分干肉 把那拿出来 稍微吃掉 再一个方面是 他这个酸奶 马来挤出来以后 就旁边放 他这个马跑嘛 跑以后就 正好是成为酸奶 现在变成酸奶 把那一喝 又填饱肚子 还有这个营养 能跟得上 然后蒙古人呢 有这个习惯 宁可一日无饭 但是不可一日无茶 所以蒙古人在牧区啊 从早晨到晚上一直喝茶 蒙古俄鸡 蒙古老妈 一天不喝茶 可能开始头疼啊 浑身不舒服那种的 其实我也是家里 早晨喝奶茶 然后有时候晚上 懒得做饭了 也熬点奶茶 放点炒米 自己吃 这奶茶煮法 是一般是这种的 把这个锅洗干了以后 里边是比较干净的水 干净的水 放了以后 把这个茶 捣碎了以后 放一个袋子里 然后就煮 煮了 煮开了以后 三到五分钟 然后开始用这个勺子 这种的 蒙一只三毛 就是倒 然后就 差不多三到五分钟 然后把这个奶子放进去 鲜奶 必须鲜奶 当天早晨 挤出了奶子 放进去 这种的特别好喝 味道好 其实蒙古的 蒙餐不断地创新 通过几年的努力 现在去年 已经是成为中国的 九大菜席 还有日本 还有日本 有一个卡比斯 它是从 我们内蒙拿了一个酸奶 拿到日本以后 就做了一个饮料 一般是夏天喝的话 就补这个体能 这个方面很有好 当代的年轻人 喝奶茶的也有 但是更多的人喜欢 这个喝咖啡 可乐 雪碧的多了 最后是这个 蒙古族与国家 蒙古族国家 因为蒙古族历来把 蒙古高原和中原 这块是自己的家乡 自己的国家 所以从历史到现在 一直是离不开 最典型的是 多尔布特 当时内部的战乱 因为维拉特蒙古族 有四个部落 一个是 他们四个部落 内部战乱以后 多尔布特往西 一直游牧 游到福尔加附近以后 但是俄罗斯这块 而耶卡杰里纳二世 起来以后就 他这个扩张 让这个多尔布特 跟多尔西打仗 这种的情况下 多尔布特首领 沃帕西 这种的不行 我们还是回到家乡 然后就把这个 十几万 将近二十万的 多尔布特 就福尔加东边的 带到回来 当时这个耶卡杰里纳 折到以后 就通过这个哈萨克草原 让他们把这个堵住 在这个战略当中 这就蒙一共出来 出正时候是 二十多万的人 最后回到新疆 这一带时候 已经一半都牺牲了 掉了 回来以后 那时候正好是乾隆 乾隆第二年夏天 就接见这个沃巴西 然后就 把这给他们分地方 再一个是 我们近代 现代 这一块 我们内蒙自治运动 因为内蒙古自治区 是1947年 5月1号就建立起来 因为日本投降以后 我们内蒙地区 这个东部和西部 都有个自治联盟 1946年4月3号 开了个会 东部的是 哈萨克为首的一个 西部 这块是 乌兰夫为代首的 然后他们回合 互相商量 把内蒙自治区 怎么个建立 然后1947年5月1号 建立了内蒙自治区 所以比新中国 还早了两年 然后给全中国解放的时候 是做了很大的贡献 然后再一个感动的故事 就是国家的孩子 解放初期 新中国成立于 1960到63年 全国有一个 特别自然灾害 南方地区 江苏 上海 浙江 这一带是 孤儿院的孩子特别多 他特别多 以后都没有营养 跟不上 没有吃的 很多孩子病 死了 所以这种的话 当时是福联主任 康克卿 全国福联主任 康克卿 找 实在没办法 这怎么办呢 然后给 给这个周来说 周来说 那咋办呢 给乌兰夫打电话 内蒙啊 应该有奶粉 让他们给我们 提供的奶粉 乌兰夫当时听完了 说给奶粉的话 可能一天两天 给你解决问题 但长远解决不了问题 那怎么办 干脆把那些孩子 送到我们内蒙 我们给你找一些家 听了以后就周来 康克卿他们很高兴 把这个南方的 三千个 乌兰 送到我们内蒙 然后就安顿到 这个 各个地方 各个地方以后 他们就是 乌兰夫的 接一个 活一个 活一个 撞一个 这种的话 就全区 很多牧民们 踊跃去接孩子 其实现在很多 三千个孤儿 在内蒙 其实他这个长相 你仔细看的话 可能是 稍微有点 南方人的特色 他影视 各个方位 已经是跟我们 不一样了 一说 有这个 寻亲这种的 去组织 去南方走的时候 还南方的生活习惯 不习惯 自己带很多 炒米呀 奶茶呀 自己带的去那 这种的 这是一个 很感动的 动人的一个故事 那我今天 我讲的内容 就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